现在给大家讲解这个接线的方法 我们在编织的过程中 如果说遇到线有这个接头断线 或者是一团线使用完之后 需要接下一团 这里呢就用到这个接线的方法了 遇到线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线是扣在一起打一个结的 我们就直接将这个接头位置呢 给它这样剪断 剪断之后 勾到过程中再把后面的线 接过来进行编织 遇到断线呢也是一样的方法 那如果是一团线使用完之后 那需要接下一团 也是用这个接线的方法 这款包我们在勾制的时候呢 包身部分主要是用的 这个短针的勾制方法 那这里我们就学习 这个短针的接线方法 如果你是遇到接头 把这个线剪断之后呢 这边的线要留长一点 勾你是不是挂线的 这样可以挂住 不要留的特别短 如果留的短的话 可以把线拆回来 然后再套到线圈里 再给予接线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勾短针的时候呢 勾针是像这样 穿成过去 然后绕线勾出来 再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呢 那如果我们需要接线的时候呢 再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接线的方法 勾针穿到下一阵里 然后绕线勾出来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中指 按住前面的这个线圈 将这个线呢 先放到一边 再拿出后面的线 接过来进行编织 这样右手先拿好线头 然后左手挂线 弹幕主和中指 捏住这根线 将这个线呢 递到勾针的后边 贴定勾针的位置 像这样给它捏着拿好 然后勾针绕线 直接从这两个线圈里 把线勾过来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接线了 把后面的这个线呢 接过来进行编织 勾完这个针型之后 如果说觉得这个 针目呢 有点松的话 那你可以把最开始 放下这根线呢 这样稍微的拉一下 看一下可以调整一下 这个针目的 然后再把后面的 这两个线头呢 给它这样 像这样 那在左边 顺着勾的方向呢 给它边勾边藏线 那接着我们下一阵里 再穿针过去 藏线呢 也就是说这个线头 勾的过程中 给它放在勾针的上面 这样你看 在勾针绕线 勾线出来 绕线勾短针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 藏的这个线头 就勾在这个纹路的里面了 这样就完成藏线了 然后这个线头的话 可以给它藏一段距离之后 就给它剪掉 那接着下一阵里穿过去 线头一直放在勾针上 这样绕线勾的时候 它就藏在这个纹路里面了 好 我们这样继续编织 好 这个呢 就是机线的方法 这样剪好线之后 我们再继续编织就可以了 剪针的位置呢 一样也是的 这样穿着过去 再穿着过去 这个线头一直是放在这个上面 你看在这个位置呢 然后照线直接勾过这个线圈 它就被藏在这个里面了 那这里呢 这个接头位置已经藏一段距离 我就可以给它剪掉了 把后面的这一点线头呢 给它剪掉 然后我们再接着继续编织 好 这里我们就是学习到 这个短针进行的方法 那大家呢 继续勾制这款包 把这个包身的圈数呢 勾完之后 再看一下后面的章节 现在包身的圈数呢 已经勾好 从底部的第一圈开始编织 包底我们勾了11圈 然后包身的圈数 勾了12圈 那加在一起呢 一共是23圈 好 圈数勾好之后 最后我们看一下 结束收线的方法 取下第一针记要扣 穿到这个第一针里 然后绕线勾出来 勾引把针连接 前面线从后面线圈里 直接勾线过来 连接完之后呢 我们将这个线圈 给它这样带大 后面的线呢 剪掉 将这个线给它理出来 理出来之后呢 这样给它拉紧 收紧之后 给它藏一下 这样穿上缝针 藏线头呢 就是给它藏在 这个织物的里面 像这样给它藏在 织物纹路里面 往里面缝 可以这样 就是藏在我们钩的这种 挑这种线的纹路里面 这样给它穿进去 这样穿过一段距离之后呢 这里你可以再回来 看一下往这边穿的 再回来 这里呢 给它隔着一根线 再这样往前穿 然后继续往前穿 再多穿一点距离 然后这个线 在往前缝的时候 中间隔着的这根线呢 后面可以压一下 再给它拉紧 这里就相当于 给它扣了一个结 挡在这里了 这样线呢 就牢固一点 然后可以再这样 再给它退回来 隔着一根线 再继续的往前缝一点距离 这样拉紧 好 这样这个线头就藏牢固了 你可以给它这个最后结束的线头呢 多缝一点距离 看一下 那这样这个线头就藏好了 剪掉 勾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包身的形状呢 这样给它整理一下 在编制的时候 是拿在手里面 怎么样顺手 怎么样去构制的 所以纸片呢 勾完之后 可以给它整理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款包的这个主体 勾好之后的这个效果 这样这个主体呢 我们就做好了 现在勾这个袋子 这个呢 是瞎变的勾出方法 长度勾到合适之后呢 给它扣在这个主体上 那首先我们要先预留点长度 大概是三个勾针的长度就可以了 最后呢 用一缝合在这个包的主体上 那这个呢 就是线头位置 给它这样放在底边 然后右手拿好线头 左手挂线 大目指和中指 捏着这根线 勾针放在线的后面 像这样给它转过来 捏着这个线 交叉点的位置 勾针放到线的上边 然后绍线 从这个线圈里 把线勾出来 然后这个结呢 这样拉紧 拉紧之后 这个线圈会有点大 捏着这个底边位置 将这个线呢 往前这样拉一下 调节一下这个线圈的大小 好 然后接着我们勾两个变的针 那勾针绍线 从勾针上线圈里勾过来 一个变的针 像一个小辫子 这样的V的形状 然后绍线勾过来 第二个变的针 一二 两个变的针勾好之后 然后我们勾针穿到 第一个小辫子 从这个辫子的中间 这样穿着过去 针的上边是一根线的 然后勾一个短针 绕线勾出 然后再绕线勾过这两线圈 这样这里勾好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纸片 在这个底边 底部这里呢 是有一根线的 我们这个时候呢 勾针是穿过这一根线 进行编织 那这个瞎便 在勾织的时候呢 是来回翻转 进行编织的 那看一下这个演示 我们这样拿着这个线的位置 勾针就穿到这个底部 这个边上的这一根线 像这样 给它穿针过去 然后这个时候 纸片呢 你可以这样给它转过来 捏着这个底边位置 这样拿好 接着勾针这样绕线 从前面这根线圈里 把它先勾出来 勾出来之后呢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然后再绕线 勾过这两个线圈 好 那这里勾好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纸片 完成之后呢 在这个底边 这里会有两根横着的线 是靠在一起的 像一个等于号一样的 我们这个时候勾针是 同时穿过这两根线 进行编织 看一下 勾针穿过 并列在一起的这两根线 像这样给它穿针过去 同时穿过去 这两根线 是在这个勾针上的 然后这个时候 把这个纸片呢 像这样给它转过来 再捏着这个底边位置 然后勾针这样绕线 从并列的两个线圈里呢 给它这样勾出来 然后再要线 勾过这两个线圈 那接下来的勾法呢 都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纸片 你勾完之后呢 在这里 它都会有这样两根 横着的线 是并列在一起的 勾针同时穿过 这两根线 这样进行编织 接下来的方法 都是重复的 把这个长度呢 勾到合适就可以了 那勾针穿过 并列的两根线 这是靠在一起的 然后这样给它转过来 拿着这个底边 然后绕线 从这个并列两个线圈里呢 给它这样勾出来 然后再绕线 勾过这两个线圈 再看一下 完成之后 这里都会形成 这样两根横着的线 仔细看一下 你手里的纸片 并列在一起的 勾针就同时 穿过这两个线圈就可以了 然后翻转进一边纸 勾针穿过这两个线圈 然后这样转过来 拿着这个底边 绕线 从并列两个线圈里呢 这样先带线出来 再绕线 勾过这两个线圈 接下来就是重复 这样的方法 穿过这两个线圈 并列在一起的 然后转过来 绕线勾过前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我们接下来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个包带的长度呢 勾到合适就可以了 穿过 并列在一起的这两根线 绕线勾出来 再绕线勾过这两线圈 那接下来重复这样的方法 大家把这个包带呢 给它勾完 好 这个长度我们在勾到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底部的这个线的位置 我们给它统一在一个面 去数一下这个长度 像这样它是偏左边的 那这样偏左边之后呢 你就数这个上面 它会形成这样一条横直的线 看一下 1 2 3 4 5 像一个龙虾尾巴的一个效果 我们就数上面这一条线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我做好的成品效果呢 我在勾制的时候 按照这样的方法去数这个条数 一共是24 数这样一个 1 2 3 4 5 6 一共是24个 这个长度呢 勾到合适之后 然后断线给它缝上去就可以了 大家呢 也可以参考这个长度就可以了 然后你也可以按照你的喜欢 想要勾长一点呢 或者短一点 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那大家把这个长度勾到合适之后 再看一下后面的讲解 好 这样继续编织 重复这样的方法 现在这个带子的长度呢 已经勾好 然后我们在勾制这两个带子的时候呢 这个长度的一个参考 你就看底部的线的位置 给它统一的方向就可以了 那这里底部的线的地方呢 是同时偏向左边 然后再去数我们勾的这个下边 它这个表面上呢 会形成这样一条横线 就数这条横线就可以了 历经点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底部的线头位置 然后这里呢有一条横线 从这开始数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这里呢我们数这个条纹 我这里是勾了24个 然后你看一下这是最上面的 这里是一个斜交叉的效果 好 两边的长度勾完之后 你自己可以去对比一下也可以哈 勾到这个合适之后呢 然后我们直接将这个线 给它这样理出来 然后后面的线呢剪掉 一样的也是留一点长度 够我们缝合在这个包的主体上就可以了 将这个线呢给它这样剪断 然后这个线给它理出来 那这边的长度呢 我已经勾好了哈 也是一样的数这个条纹 数这种一条一条的 一共是24个 然后勾完之后 这个线头也要一样的 也是给它剪断 然后理开 这样理出来 那这样这个带子部分呢 我们就勾出好了 长度你在勾的时候 也可以按照你的喜欢哈 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它组装到 这个包的主体上面 点击 点击